在我说我的演讲之前 我要回忆到 你们参加了一次非常好的圣旨大会 你们都被教导了 也希望你们好好记住今天所得到的教训 弟兄们 看到你们聚在盐湖城这座会议中心里 真的是一幅好壮观的景象 再想到世界各地 上千座教堂里还有其他的圣旨弟兄们 透过卫星的传颂 收看这次转播就不禁令人赞叹 各位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被托付 持有圣旨 奉神的名行事的人 我们接受了这项神圣的托付 也被赋予了极高的期许 我还清楚记得 我刚被案例为直视不久后 所参加的圣旨大会 开会圣旨是唱来吧 接受圣旨的神的儿子们 今晚我要重生这首特别诗歌的精神 告诉各位 接受圣旨的神的儿子们 来吧 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召唤 反省我们的责任 并且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20年前 我参加了一次圣参聚会 看儿童会演出 演出的主题是 我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这些孩子们的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正接受训练 要为主和人服务 我听到优美的歌声和熟练的台词 感受到来自上天的灵性 我有一个孙子 当时11岁 在演出中讲到了第一次异象的故事 后来他回到父母和祖父母身边 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对他说 Tommy 我想你差不多准备好去当传教士了 他回答说 还没有呢 我还有很多事要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Tommy 确实学了很多 只要感谢他的父母 教会的教师 和顾问们的称职 而且认真的教导 后来他年纪到了 被召唤去传教 也尽力地 光大了他的召唤 男青年们 我劝告各位 要准备 去从事传道服务 有很多工具 可以帮助你们学习 对你们有益的课程 而且帮助你们过配陈的生活 其中一项工具 就是在总会会长团 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指导下 所发行的巩固青年 在这本小册子里 强调的标准 都是出自教会领袖的著作和教导 也有出自经文 奉行这些标准 将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天父的祝福 和他儿子的引导 另外 还有一些课程 是在祈祷 和思考后精心编制而成的 在家庭中 则有家人家庭晚会 教导你们明白福音原则 你们几乎都有机会上福音进修班 接受称职的教师的教导 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你们 要开始为圣殿婚姻和传教做准备 适当的约会是准备的一部分 在允许约会的文化当中呢 要等到满16岁以后再约会 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需要约会 或想要约会 开始约会的时候 可以采团体或者是两队一起约会的方式 务必让你的父母认识 和熟悉你约会的对象 因为约会是要为结婚做准备的 所以只要和那些 有高标准的人约会 要小心 一定要去环境良好的地方 免得你们受到约会 有位明智的父亲曾对儿子说 一旦发现自己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就立刻出来 这也是给每一个人的忠顾 主的仆人一再劝告我们 要穿着合一 以表示对天父和对自己的尊重 你们的穿着 会让别人知道你们对自己的观感 也往往会影响你们和其他人的举止 因此 你们的穿着要能够激发出自己和周遭人最好的一面 避免奇装一服 打扮怪异 也不要刺青 还在身上穿动 每一个人都需要好朋友 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想法和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你们会影响他们一样 如果你们和朋友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能够归此巩固 互相鼓励 要善 待人和善 要尊重别人 许多非教友都是因为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活动才来教会的 诚实为上策 这句老生常谈的谚语 真的是智里名言 后期圣徒南七年的生活 应该就像他所讲的和相信的那样 他对别人诚实 对自己诚实 也对神诚实 他的诚实养成了习惯 自然而然就会诚实 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问 别人会怎么想 而是问 我自己怎么想 有些人会受到诱惑 而降低个人的诚实标准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在商务法这门课班上 有一个同学 从来不为课堂讨论做准备的 我心里想 他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通过期末考呢 有一个冬天 我找到了答案 他进来教室来考期末考的时候 脚上只穿了一双凉鞋 而且那是冬天 所以我很惊讶 上课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他看 他把所有的书都放在地板上 他脱下了凉鞋 然后用事先涂上干油的 而且训练有素的脚趾头 熟悉地翻开放在地上的一本书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找到每一个题目的答案 所以他的商务法那门课的成绩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 不过报应的日子来了 后来他要考没有范围的大考的时候 那一课的系主任呢 史无前例地宣布说 今年我要有别语传统 我要用口试来考 代替笔试 我们这位出了名的脚趾专家呢 他发现了 他很尴尬 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用嘴巴来作答 所以他考了不及格 你们说话的方式和用字潜词 都会透露你个人的形象 你们说的话要能够鼓励和提升周遭的人 粗鲁 低俗和残酷的言语 不当和比俗的笑话 都会冒犯主 绝对不能滥用神或耶稣基督的名 主说了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天父劝告我们 要追求任何有品德 美好 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 你们读的 听的 或者是看的 都会在你的脑中留下印象 色情尤其是会危害人心 叫人沉迷 因为好奇而去接触色情 可能会变得不可自拔的一个习惯 让人沉溺在更猥亵的内容 甚至犯下性罪 要不计一切的代价远离色情 演出 内容如果不符合天父的标准 就不要害怕走出电影院 或者是关掉电视或转台 简单来说 如果你不知道某一部电影 某一本书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 是否合一的话 那就不要看 不要读 也不要参加 使徒保罗声明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电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的电是神圣的 这电就是你们 弟兄们 让自己的电 保持洁净和纯洁 是我们的责任 危害人的毒品 处方药的滥用 酒 咖啡 茶和烟草产品 都会危害你们的身体 心智 还有灵性的健康 任何含酒精的饮料 也会伤害你们的灵性和身体 烟草会奴役你们 削弱你们的肺功能 缩短你们的生命 音乐可以让你们更接近天赋 音乐有教育 启笛 鼓舞 团结等作用 但是音乐也有可能 因为节奏 拍子 强度 及歌词 而动化你们的灵性 敏锐度 你们担负不起 让不良音乐 污染心智的后果 因为亲密的性行为 非常神圣 主才会要求我们 在婚前自我控制 保持纯洁 婚后 则要完全地忠贞 约会的时候 要尊重你的约会对象 也期望对方同样尊重你们 违戒 一定会令人 伤心落泪的 教会第九任 总会会长 海勒里会长 曾经劝告说 我恳请大家 要思想纯洁 然后他说了这几句 治理名言 他说 思想产生行为 我们如果要控制行为 就必须先控制 我们的思想 弟兄们 你们的头脑里 要有良好的思想 这样 你们就能举止合一了 愿各位都能响应 诗人 丁尼森 引述 格拉罕 爵士的话 他说 我有十个人的力量 因为我心地 纯洁 最近 在一份有关青少年性议题的报道中 作者总结他的研究时 他提出来说 社会给青少年的 是混淆的信息 广告和媒体 大量灌输人们 性活动是可以接受 而且是正常的这种观念 让青少年 有时候对专家的警告 和父母的苦口婆心 置之不理 主用清楚 而且明确的话 来矫正媒体的谬论 他告诫我们说 你们要洁净 受到诱惑时 要记住 使徒保罗的宗古 他声明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 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比较 并不叫你们 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 能忍受得住 你们被证实为 教会的教友时 便获得了 有圣灵为伴的 一个权力 他会帮助你们 做好的选择 面对考验和诱惑时 你们不必觉得孤单 记住 祈祷 是获得灵性力量的 通行证 任何人 如果在旅途中 失足了 跌倒了 一定都会有回头路 这个过程成为悔改 我们的救主牺牲生命 让你我 获得这宝贵的恩赐 路途尽管艰难 但应许却是真实的 他说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不要冒失去 永生的危险 要遵守神的诫命 犯罪以后 越早回头 就越早能够得到 宽恕所带来的 平安和喜悦的奇迹 快乐 来自主 希望的方式 生活 以及来自 为神和为人服务 无私的服务 经常带来 灵性的力量 几年以前 我访问 当时的加州传道部 我和一个来自 当时加州 只有一个传道部 我和一个来自 乔治亚州的 年轻传教师面谈 我记得他说 我记得我对他说 你每个星期 写信回家给父母吗 他说是的 蒙孙弟兄 然后我问他 你喜欢收到 来自你父母的家书吗 他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 我问他说 你上次收到 家书是什么时候了 他用颤抖的声音 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收过家书 我父亲只是个执事 母亲不是教友 他们求我不要来传教 他们说 如果我来传教 他们不会写信给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在心中 默默地向天福祈祷 我说 我应该对这个牺牲了一切 来为您服务的年轻人 说什么呢 然后灵感就来了 我对他说 长老 你在传教期间 要每一个星期 写信给父母 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告诉他们你有多爱他们 然后向他们做见证 他问了 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我吗 我回答 他们会的 我们道别后 我继续上路 过了几个月 我在南加州 参加一个吃连会 教友大会 有个年轻的传教师上前来 对我说 孟孙弟兄 你记不记得我 我好像走到哪里 我都要记得人一样 我就是那个 在传教的前九个月 都没有收到 父母亲写信来的传教师 你对我说 长老 只要你每个星期 寄信回家 你父母亲就会回信 然后他问 孟孙长老 你记得你的保证吗 我希望我记得 然后我告诉他 我记得 我问他 你收到父母亲的信了吗 他伸手 从口袋里拿出一叠 用橡皮筋圈住的信 抽出最上面的一封 他说 这些是我父母亲写给我的 听听 看我母亲的信 我母亲说 儿子我们很喜欢 读你的信 我们以你为荣 你们是我们的传教师 你知道吗 你父亲已经被案例为祭祀了 他正准备为我实习 我现在还传教师上课 一年以后 你结束传教的时候 我们要去加州 因为我们想和你一起 去主的圣殿 成为永恒的家庭 这位年轻的传教师问 孟森弟兄 天父一定会让使徒的祈祷和应许实现吗 我回答说 只要有人 像你这么有信心 天父就会用他的方式 回答这样的祈祷 首节 心情 和甘愿的意愿 感动了上天 一个来自上天的祝福 回答了传教师 谦卑的内心 所做的恳切的祈祷 弟兄们 我真的祈求 我们都能生活的配偿 让我们也能感动上天 得到同样的祝福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这样子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